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用人高手管仲 上一集我们讲到 经过三天三夜的面试以后 齐桓公对管仲表示非常的满意 他专门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又派人建了一个非常红北的拜向台 准备当众拜管仲为相 然而当齐桓公说明用意的时候 管仲又开始推辞了 他说 主公 我本来就是要被砍头的罪人 能够侥幸地获得了您的原谅 而活了下来 已经是我三生有幸 如果让我管理齐国的国家大事 恐怕罪人是万万不能胜任的 齐桓公一听 肯定不乐意啊 管仲 你开玩笑吧 寡人等了你整整十天呢 现在这十天 肥我也减了 澡我也洗了 基建工程我也搞了 突然之间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你这是闹哪般呢 更重要的是 经过上次的面谈和交流以后 齐桓公认定自己和齐国 无论如何都也离不开管仲了 所以说他恳切地说 管大夫 如果你接受国家政事 寡人啊 就能够胜任齐国国君一职 你要是不接受 寡人恐怕 恐怕是要垮台啊 哪里 主公 你言中了 齐桓公听到这儿 摆了摆手 说此事无需在意 齐桓公心想 管仲啊 你还和我客气什么呀 这普天之下 难道还真的会有人 不想要这个宰相的宝座呀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管仲继续和他去捡 说主公啊 最臣还有一事禀告 您要想平定齐国 就必须要建立一番霸业 您如果能够称霸 齐国就能平立 如果霸业不成 这齐国也就无法安定啊 称霸 齐桓公一听就乐了 他在海外流亡了多少年呢 现在能够坐上 齐国国君的宝座 他已经非常知足了 称霸 他还真的没有和任何人提过 甚至在心里边 他连想都没想过 于是齐桓公善善地笑了一下 他说 管大夫 寡人还没有想得那么远 我现在只求设计稳定 国泰民安就行了 可是管仲再三请求称霸 于是桓公就再三推辞称霸 管仲这边是主意已定 态度坚决 一定要称霸 桓公那边是态度诚恳 绝对不行 坚决不称霸 如此以来 君臣两人是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啊 令齐桓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说到动情之处啊 管仲居然当场起身了 他一失礼 说到 主公啊 说齐国要想安定 就必须要称霸 您现在根本不想称霸 齐国就根本不可能安定 我管仲之所以去干宰相 而没有像少户一样杀身成人 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去平定齐国 可是您现在不想称霸 齐国就不能够安定 所以说齐国宰相一职 我管仲万万不能接受 说到这里 管仲正色起身 行礼拜别桓公 信不走出大殿 齐桓公一看呢 也是心慌了 他立刻派人把管仲给请回来 过了好一会儿 管仲人是回来了 可是态度坚决 还是要称霸 管仲的观点就是 你要么用我称霸 要么放我回家 君臣二人啊 又这样交锋了几个回合 齐桓公的汗都下来了 管仲啊管仲 知道你牛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么牛 于是齐桓公看了看群臣 又看了看管仲 苦笑着说 既然管夫子一再坚持要称霸 那么我们齐国 我们齐国就勉力图坝吧 图啊图谋 坝称霸 我们齐国啊就勉力 就力争图谋称霸吧 管仲这才再败几首 说道 主公能够答应让齐国称霸 这是齐国百姓之福啊 我管仲呢今天也一定会秉承军命 立于相位 竭尽全力 辅佐齐国称霸 不过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 管仲说 陈文大厦之城 非一木之财业 大海之润 非一流之贵业 管仲的回答是 我听说呀 大厦的建成 绝非是一根木头的材质 可以建成啊 大海的润通 绝非是一个支流 可以汇成啊 俗话说 一个篱笆三个庄 一个好汉三个邦 听到这儿 齐桓公马上就明白了 原来管仲 需要的是一个团队 准确的将 是一个 和他一起来治理 齐国江山的内阁 在中国历史上 各个封建王朝 基本上采取的 都是宰相制 宰相 大权在身啊 是既有这个决策权 又有用人权 还可以开府 设置属元 这种体制呢 它突出了宰相的 个人作用 相反呢 内阁制呢 是一个团体决策的机制 更加强调 权力之间的制衡 发挥内阁的集体智慧 并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项权 真正的内阁制出现在 明成祖朱迪的时期 这朱迪啊 选拔汉林院的官员 作为殿阁大学士随士 并且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 历史上从此以后 出现了真正的内阁 可这是两千多年以后的事情 谁能想到 在春秋时期的馆仲 居然就大胆地提出了 类似于内阁的 这种想法和主张呢 齐桓公是怎么说呢 齐桓公的答复是 眼下齐国局势动荡 当务之急呢 是拨乱反正 管大夫啊 你的想法我知道 现在呢 需要哪些人和你 一起来治理齐国 你呢 可以自行 组织 寡人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时间越快越好 管仲啊 这才许诺下来 再败 接受了相位 就这样 齐桓公继任之后 齐国的第一任宰相 他的人选 才算是尘埃落定 对于齐桓公而言 在经历了颠沛流离 招不保夕的逃亡岁月后 能够平安回到齐国 顺利坐上王位 已经是莫大的奢求 如今管仲竟然还要他 走上称霸天下的道路 这谈何容易 但是对于管仲而言 乱世之中 群雄并起 齐国若不趁此时机 早日谋得一席之地 很快便会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任人宰割 在一番激烈的朝堂争论过后 君臣二人终于达成共识 得到齐桓公承诺后的管仲 开始着手齐国的称霸事业 他的首要工作又是什么呢 那么为相以后的管仲 一开始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也就是人事工作 据史料记载 管仲违向以后 第一次重大的政务处理 就彰显了他在佣人方面的独到之处 朝堂之上 齐桓公和众人一起讨论 三个大国的使者人选 哪三个大国呢 那就是鲁国 魏国和楚国 大家讨论的是很热烈 热火朝天 然而呢 却是众口纷纭 不一而论 讨论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人选 齐桓公心里边 当然很失望了 他看着大家讨论了半天 没有一个结果 于是 他就对群臣们说 既然如此啊 此事就改天在意吧 万万没有想到 管仲就站了出来 他说主公且慢 此事啊 现在就可以谈 又何必改天呢 齐桓公无奈地说 你也看到了 大家到现在为止的话 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有什么事情今天可以定下来呢 管仲说 陈呢 推荐三个人选 公子举 公子开方 和曹孙肃 什么 他们三 在齐桓公的眼里 这三个人 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在齐桓公的观察来看啊 像这个公子举呢 他就是个书呆子 公子开方呢 喜欢赚便宜 是一个贪图小利的人 曹孙肃呢 这个人啊 伶牙俐齿 喜欢和别人辩论 经常啊 争的是口舌之快 所以说 也只能算是一个庸人 虽然说这三个人 平时就在齐桓公的身边 可是齐桓公啊 连正眼都没有看过他们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管仲接下来啊 说了这样一番话 管仲说 公子举对个人啊 见闻广博 知书达理 而且呢 为人好学 又态度千功 深和鲁丰啊 和鲁国的风气非常吻合呀 让他出使鲁国 再合适不过了 公子开方这个人呢 生性很灵活 爱赚小便宜 但是也善于用力啊 深和魏丰啊 和魏国一带的风气 非常吻合呀 让他出使魏国 再合适不过了 曹孙肃这个人啊 为人清高 很有个性 喜欢和别人辩论 但是这招恰恰 非常吻合金楚之风啊 让他出使楚国 再合适不过了 如此棘手的大国人选 居然被管仲啊 几句话 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 而且关键是有理有据啊 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看出管仲啊 他为证的三个过人之处 首先呢 这个管仲啊 他绝不拖延 我们知道这个人啊 都有惰性 而且呢 往往喜欢为自己的懒惰啊 寻找一些 让自己满意的借口 难怪有人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 结毁于一个垛子 管理学里边有个小故事 指的是两个人啊 在丛林里边 遇到了一头狮子 看到狮子以后呢 有一个人就立刻弯下身子 去系鞋带 另外人就感到非常不理解啊 说 这大敌当前呀 你说你系鞋带干什么呢 你还能够去跑得过狮子吗 我不用跑得过狮子 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 那个系鞋带的人啊 非常冷静地说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有的时候时间就是那头狮子 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跑得过时间 我们只要能够去跑得比别人 略微快一点就行 所以说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管仲这个人 他是绝对不会拖延的 他是个典型的行动派 我们现代很多人应该向他学习 绝不拖延 立即行动 这样一种作风 那管仲啊 做事的第二个过人之处啊 就在于他注重之人 晚清重臣 曾国藩认为 办事啊 不万用人 用人必先知人 这个做事之道 其实就是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呢 其实就是识人之道 大国使者 事关大国外交 那他人选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朝堂之上 正当齐桓公和一群大臣 一筹莫展的时候 管仲啊 却可以不失时机的 提出了公子举 公子开放和曹川夙 三个并不起眼的人选 这是殊为不义的 大家要想啊 这此时此刻 管仲刚刚是从鲁国回来 他有好多年没有在齐国了 对齐国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的熟悉 然而他仍然可以做到 对一些重要的人选 如鼠加针 有敌放食 这说明管仲违向之后 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去调查和知人上 而管仲做事的第三个过人之处 就在于 他善于用人 同位使者 鲁国 魏国 楚国 三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不同 所以说合适的人选也是自不相同 管仲要把这三个人挑选出来 首先他要见多识广 能够对 辱国 魏国 楚国的民风 能够去了入执掌 而且他要善于调查 能够对公子举 公子开放和曹川夙 这三个人的特点心知肚明 更重要的是 他善于用人 他要把正确的人 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去做正确的事 就这样 管仲刚刚败相 就立刻展现出了 他绝不拖延 注重知人 和善于用人的管理风格 于是当着管仲的面 齐桓公就把这三个人 给叫了过来 经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 这三个人都是非常愉快地 接受了齐桓公的任命 带着桓公的重托 踏上了 慢慢地征程 在外交使臣的选择上 管仲出其不意地 举荐了三位毫不起眼的人 为齐桓公解决了一大难题 正所谓 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 而那一番有理有据的推荐之词 也让齐桓公心服口服 然而在组建齐国领导班子的过程中 管仲与齐桓公却产生了分歧 那么这次管仲推荐的是哪些人选 齐桓公的不满究竟从何而来呢 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可是管仲那边的阻隔 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齐桓公也实在是等不及了 他就叫人把管仲给叫了过来 两个人一见面 齐桓公就开门见山 他问了一个问题 很不客气 管夫子不知道宰相平时是干什么的 于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管仲提问法 在线江湖 管仲不仅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反而不慌不忙的一失礼 就开始向齐桓公提问 他说主公啊 打猎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呢 齐桓公一听就说了 当然是拳马 弓箭和猎场了 打猎的时候 我眼中的是猎物 弓我使用的是弓箭 弓我驱使的是拳马 空旷而且任由我吃成的是猎场啊 管仲又问 那么请问主公 这拳马 弓箭 和猎场 又是由谁来选的呢 齐桓公说 谁打猎 谁做主啊 我的地盘 我做主啊 这三样肯定是由我来选择啊 管仲说 如果你选的拳马 弓箭和猎场 出现了问题呢 轻则会一无所获 重则可能会 遇到猎物的袭击 而身受重伤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又应该怎么处理呢 齐桓公一下子被问的是哑口无言 管仲啊 就告诉齐桓公 福征天下者 必先征人 得天下之重者王 得其伴者霸眼 管仲的意思是 争夺天下 还必须要争夺人心 能够得到天下 大多数人拥护的 方能成就王爷 听到这里呢 齐桓公啊 是若有所思 当天晚上 管仲的府上 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深夜造访 为了就是和管仲 一起来谈谈交心的话 作论百官 看到老板来了 身边又没有外人 这管仲此时此刻 也是心无旁验 再无隐瞒 他一口气向齐桓公 推荐了五个人选 这五个人分别是 西鹏 宁气 王子成父 宾须吾 和东郭雅 更重要的是 管仲对这五个人 进行了一番精辟的点评 他说 彬彬有礼 气定神仙 说辞刚柔有度 我不如西鹏 应该请他来主管外交 让他做大行 相当于外交部部长 开发荒地 务辅民封 尽土地之历史 我不如宁气 应该请他来掌管农业 封他做大司田 相当于农业部部长 带军打仗 指挥调度 尽三军之勇猛 我不如王子成父 应该请他来主管军事 做大司马 相当于国防部部长 审判案件 调节纠纷 不错杀无辜 不制造冤假错案 我不如宾虚武 应该请他来主管司法 做大司礼 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院长 不畏生死 尽见弊中 不贪图富贵 敢于冒死之见 我不如东国牙 应该请他来主管监察 做大见官 相当于监察部部长 管仲这一番对人才的点评 都是以自己作为参照性 进行的比较 列举的是每个人身上的特点 和长处 接下来管仲又说了一番 耐人寻味的话 他说西鹏 宁七 王子成富 宾虚武和东国牙 这五个人 都是齐国的顶级人才 他们每个人的专项技能 都比我管仲强 我管仲心服口服 但是如果拿这五个人 和我管仲来换 让他们来做我管仲的事情 他们也是做不来 这件事情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这五个人是专才 我管仲是相才 那专才靠什么 专才靠技术 靠技能 相才靠什么 相才靠思想 靠用人 管仲这番话 点明了相才和专才的区别 也说明了管理者 应该如何来定位 一个管理者 永远不要和下书比技能 一个管理者 如果和下书比技能 那就等于是 摆错了自己的位置 一个管理者 应该和自己的下书比什么 应该比的是 第一眼光 第二心胸 第三是思想 这三点 才是一个管理者和下书 相比你真正的过人之处 就这样 管仲的内阁 由相才和专才构成 一共有六个人 这六个人 成为一个团队 一起来辅佐七环公 这样就和七环公 又组成了一个 叫做非常六加一的团队 然而这个团队中 却唯独没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 谁啊 这细心的观众 可能就想出来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管仲的好朋友 爆书牙 管仲一口气 选了五个人 和他一起来组阁 居然就偏偏没有 爆书牙的一席之地 你说奇怪吧 七环公自然也是非常惊讶 他问管仲 那爆老师呢 难道他不能够进内阁吗 以爆书牙和管仲的私交 以及爆书牙对管仲的恩情 即使出于私人情感 管仲也应该给爆书牙 提供内阁里边的一席之地 可没想到管仲 理直气壮地说 主公 爆书牙的性格和能力 不适合进内阁 师父是师父 朋友是朋友 内阁是内阁 一码归一码 万万不能搅在一起 这一下把七环公 听得是目瞪口呆 管仲又加了一句 主公啊 还有一句话 我要和你讲在前面 那就是用人之道 贵在各司其职 人尽其才啊 虽说您是贵为国君 然而在行政 外交 军事 农业 司法 以及监察等具体的行政事务领域 您还是应该坚持 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一般的行政事务 我们干 主公您看就行了 还望主公以后不要随意干预啊 七环公愣了一下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于是管仲请求与七环公 共同在朝堂上评论百官 朝堂上的朝议也果然没有任何的意义 管仲 西鹏等六人的内阁人选 可以说是深得重心 呼之欲出 不过 有一个人觉得不太开心啊 谁啊 七环公啊 尽管七环公对管仲的说法和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他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对不起老师爆书牙呀 是啊 没有爆书牙 怎么可能会有七环公的今天呢 七环公决定亲自安慰老师爆书牙一下 七环公能登上春秋五霸之主的位子 离不开管仲的尽心辅佐 而管仲能成为齐国的一代名相 更是少不了爆书牙的轻力举荐 若没有爆书牙不顾一切的利荐 齐桓公怎能容下这个差点置自己于死地的仇人 若没有爆书牙绞尽脑汁的维护 管仲又怎能在四面楚歌的鲁国全身而退 爆书牙是管仲的知己 也是他的伯乐 更是他的恩人 然而当上宰相后的管仲 却没有将爆书牙纳入到齐国新组建的领导班子中 那么爆书牙心中又该作何感想呢 于是在正式宣布管仲组阁的任命之前 齐桓公决定单独请老师爆书牙吃个饭 搞个团建 在饭局上齐桓公就问 说爆老师 那个名单快要公布了 您知道吗 宰相是管仲 大秦是西鹏 大司田是宁七 大司马是王子成父 大司李是宾须吴 大剑官是东国牙 您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 太好了 这些可都是齐国的精英啊 每个人都太合适了 管仲的眼光太好了 爆书牙的回答让齐桓公非常吃惊 爆书牙不仅也没有感到失望和沮丧 反而如此的高兴和豁大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居然还在夸奖着管仲有眼光 齐桓公实在忍不住了 他说爆老师您可是我的师父啊 你又救了管仲一命 您还亲自推荐他当宰相 而他组建的班子里边 居然没有您的一席之地 您难道真的不生气 生气 主公 师父是师父 朋友是朋友 内阁是内阁 一马归一马 不能缴在一起 爆书牙正色说道 主公啊 这可就是我为什么把管仲推荐给你的原因啊 我和管仲不仅仅是好朋友 也是同事啊 当年把管仲解救出来 可以说我爆书牙有私心 但是把他推荐给你去做齐国的宰相 我是完全的出于公信 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 让他干齐国的宰相 是他的能力使然 不是我的功劳 主公你能够成为齐国的国君 也是因为你的能力和天意使然 更不是我的功劳 有了主公这样的学生 有了管仲这样的朋友 已经是我爆书牙的幸运了 我又夫妇何求呢 爆书牙这番话说的是风轻云淡 听了齐桓公是热血沸腾啊 爸老师 我有您这样的老师 管仲有您这样的朋友 可以说就是三生有幸啊 齐桓公由衷地说 爆书牙明白 强敌桓四 内部混乱的齐国 岌岌可危 齐桓公要想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 成就一番霸业 必须借助管仲的智慧 无论是军事才能 还是治国谋略 管仲都要远远地超过自己 他是一个做大事 谋大局的大国军师 齐国的未来只能仰仗管仲 在爆书牙看来 只要能实现齐国成就霸业这个目标 个人的利益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爆书牙趋己让向 不谋高位 管仲公司分明 知人善任 他们的事迹终成一段千古佳话 那么管仲为齐国霸业所挑选出的五位人才 究竟都有哪些博彩重偿之处 在他们的辅佐之下 齐国又将展现出一番怎样的新面貌呢 请继续收看大国军师第一部 第七集 用人高手 管仲见人 正如当年的爆书牙推荐他一样 考虑的根本不是感情的亲疏 和关系的远近 而是所见之人能不能去胜任本职的工作 那么管仲为什么在观察了三个月之后 推荐了刚刚这五个人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叫西鹏的 这西鹏啊 他是齐前庄公的曾孙 而且很早呢 他就是齐桓公江小白的司大 更重要的是 这管仲上任之后 通过庞查法和访问法 他得知啊 这个西鹏啊 确确实实有真才实学 根据韩非子说林上记载 西鹏当年 跟随着齐桓公和管仲 去北伐孤祝时 回国时大军行至山中 正值冬季 一时又找不到水源 关键时刻 西鹏啊 向大家出了一个计策 他说蚂蚁冬天啊 他喜欢居住在山的阳面 夏天呢 是居住在山的阴面 而且蚂蚁有一个习性 就是喜欢进水而去 所以现在啊 只需要去寻找乙穴 然后呢 向下挖掘 就能够去找到水源 于是兵士们一计而行 果然在山的阳面 找到了乙穴 向下一挖 找到了水源 在大军断水的关键时刻 这西鹏啊 展现了他过人的见识 和高超的智慧 他的博学多才 可见一斑 而且西鹏这个人啊 他不仅仅 为人见识广博 而且知书达理 态度谦功 特别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所以管仲呢 才提名呢 让他来做外交部的部长 王子成父和宾须吾 也是如此 尤其是个王子成父 他是周桓王的次子 后来呢 由于躲避宫廷内乱呢 跑到了齐国 成为了齐桓公手下的一员大将 那么据传呢 这个王子成父 也是狼牙王室的开足始祖 秦朝的大将王坚 据说就是他的子孙和后代 齐桓公要想称霸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管仲通过认真的调查 和仔细的分析比较 举药王子成父 做大司马 主管齐国的军事 俗话说啊 不看广告看疗效 这个王子成父 成为了大司马以后 这个齐军就马上先有败军 迅速成为了春秋初期 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 东国牙呢 是春秋时期 齐国著名的建臣 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 铁面无私 刚正不误 管仲之所以推荐他 来做建官 就是因为这个人 做事太有原则 也太不害怕得罪人了 管仲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举荐东国牙成为了大建官 而后来当齐桓公 准备立管仲成为重负的时候 这带着头第一个出来反对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这个东国牙 这个事情啊 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齐桓公啊 准备当众任命啊 管仲为重负 说大家说好了 我想让管仲当重负 赞成的人啊 进门以后站左边 不赞成的 进门以后站右边 于是大家啊 就自然而然的分成两派 赞成的多 反对的少 可万万没有想到 只有东国牙这个人 站在门中间了 齐桓公看了以后 感觉很突兀 也觉得很好奇啊 他就问东国牙 你为什么不好好地站呢 你为什么既不左又不右呢 东国牙就开始反问齐桓公了 他说主公啊 您觉得凭管仲的智慧 能够谋取天下吗 齐桓公不加思索地说 能啊 那东国牙就再问 那你觉得凭着管仲的果断 能不能做成一番大事啊 齐桓公说 能啊 东国牙就说了 以管仲之能 成功之势 以治其国 德无为祸 既然管仲这么厉害 既有智慧又果断 那么以管仲的能力 再加上主公你的权势 来治理齐国 你说对你齐桓公 难道就没有威胁吗 齐桓公听了以后 慌然大悟啊 他说有道理 从这件事情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东国牙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冷静的 又敢于直言相告的人 而且他太不害怕得罪人了 这五个人里边 最具有传奇色彩的 莫过于宁七了 这个宁七啊 他是出生于 魏国乡下的贫困家庭 早年呢 他又怀才不遇 为人放牛 听说了齐桓公 交迎管仲一事 宁七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齐桓公可以把和自己 就有一见之处的观众 请出来做宰相 这说明啊 齐桓公啊 这个人啊 心胸宽广 更重要的是 也说明现在 这个齐桓公啊 求贤若渴 齐国啊 现在处于一个 用人的关键时期 所以这个放牛郎宁气啊 就决心投靠齐国 他不畏艰难 不远千里 从魏国来到齐国 到了齐国的都城林子以后 他就积极地去寻找 面见齐桓公的机会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难度太大了 不过呢 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经过宰气的观察 他发现 齐桓公啊 他喜欢到郊外 去会见诸侯和宾客 于是呢 他就默默地 潜伏在 前往郊外的路上 去等待齐桓公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先等到了管仲 见到管仲的车队一过来 宰气啊 他早就做好准备了 他穿着破衣 戴着破帽 光着脚 敲着牛角 唱着卡拉OK 大家都笑这个人 是个疯子 疯疯癫癫癫的 只有管仲 听到歌词以后 立刻机敏地意识到 这个人绝对不同寻常 于是就让人 给他送上了酒食 万万没有想到 宰气却提出 希望和管仲对话 两个人一番交谈之后 管仲发现这个人 绝对是才华横溢 为什么对答如流啊 见多识广啊 于是管仲叹息着说 豪杰埋没于泥土 没人引荐 何以展示他的才能 我们的国君 七桓公马上就到了 我管仲呢 给你写一封 推荐信 你要去觐荐 必有重用 就这样管仲啊 把宰气啊 推荐给了七桓公 七桓公本身呢 就是求贤若渴 加上呢 又见到了管仲的推荐信 一经交谈 就认定宁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 这七桓公啊 不重视资历 不重视出身 力排众议 不拘一格的 着身了宁七 他在七国一口气 围观四十年 管理农事 奖励肯重 使七国很快 富强起来 总之呢 管仲呢 是重德才 轻资历 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开启了春秋以后 任人为贤 这样一种方式的滥伤 即使在今天 也值得管理人员 去学习和借鉴 那么管仲在用人方面 还有哪些智慧呢 请看下集 谢谢